连护卫舰都造不出来了 美国海军内部在激变新型护卫舰项目的困境 可以说他们真的是太难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天少 对于美国海军的噩耗 从战略导弹 核潜艇 驱逐舰 航母 到两栖攻击舰 现在都出现了进度推迟 成本超支的情况 我们对此一点都不感到新奇 这原本就是美国造船工业衰落所造成的 但是当我们看到美国人连星座级 这款使用意大利成熟技术研发的护卫舰计划 都陷入困境时 还是感到了震撼 难道美国人连护卫舰都不会造了吗 答案是既能造 也不能造 这句话看上去很矛盾 但是按照美国军工企业目前的水平 它是一定能够造出新座级护卫舰的 但是当前成本超支和进度延误 又让整个项目前景是一片黯淡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 美国军工企业最近宣布 新座级护卫舰计划将延迟三年 主要原因是受限于供应链和劳动力短缺 美国海军部长对此局面相当的短缺 只指示星座级的设计团队聚集在造船厂 讨论希望渺茫的解决方案 美国人远以为采用意大利的成功技术 来设计一款护卫舰 就能够突破制造技术的风险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非常尴尬 这个项目要到合同授予后约十年才交付 这就破坏了这个短平快项目的初衷 可以说侮辱性极强 除了供应链和劳动力短缺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那就是由于步子卖的太大而扯到了腿 根据美国海军说法 由于设计上的变更 导致其以基础设计只有15%的通用性 不受控制的变革狂热 毁了一个好的设计 在原设计被破坏之后 美国国航部又声称 将造船周期和成本恢复到合同批准时的状态 在此之前不要指望任何奖金或倾声 这算不算是美国军方在来回折腾军工企业呢 还有一个问题 美国的星座级护卫舰的采购计划 交付速度需要很快吗 答案是每年1.5艘 对这种水平的军舰 中国的军工企业一年造15艘都是轻轻松松的 因此我们只能说 美国的造船工业实力差的是不可思议 更有意思的一点是 美国人原本是不要护卫舰的 因为下一代驱逐舰DDGX计划 要到2028年才能够完成设计 波克三也是一年建造1.5艘 再加上平海战斗舰和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项目 被证明出现了设计或者路线错误 从而导致美国海军的军舰整体出现了严重恼化 所以美国从意大利引进星座级护卫舰 本身就是为了快速建造军舰这个目的而存在的 如果还是一年只能造1.5艘 那么星座级护卫舰就不足以抵消美国军舰老化的速度 美国海军军舰的数量降到290艘以下将成为必然 过去我们比较中美海军的优劣士经常提到一个概念 那就是变量 美国海军的强大是基于其存量 而中国海军的强大是基于我们的变量 而这个变量的基础又是我们强大的造舰工业 百年海军这个被大家公认的常识 对美国来说过去是如此 但是中国海军的绝集速度应该是十年一大变 因为时不我待 我们再说回星座级护卫舰 在美国制造计划一再推迟的问题 这说明美国人的老毛病是一点都没改 一边是军方的需求好高骛远 一边是自己所面临的造舰工业共经链危机 以及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到现在也没办法解决 而且越往后这两个问题越严重 从而成为整个美国社会 转向制造业空心化必然的结果 如果美国人现实一点话 可以将星座级护卫舰 完全委托给意大利建造 或者是转到日本韩国建造 采用委托生产的模式 使用你有钱 军舰的生产速度 采购成本都是可控的 问题是美国的法律还限制了对外采购军舰的可能 而这几乎就奠定了星座级护卫舰居高不下的成本 和不断被延后的计划 护卫舰的最大价值是因为其采购成本低 采购周期短 使用费用低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 那么美国的星座级护卫舰 还有继续研发和采购的必要吗 如果到最后 性能又不先进 其价格又贵得不可思议 慢到天荒地牢 我们对此只能哈哈大敲 因为这个真的很搞笑